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清前法师 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大德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莫学仁山 很高兴 有缘来到静云清福寺餐学 非常珍惜这一份姻缘 也很欢喜 跟大家共同学习佛法 这一次来跟大家学习的姻缘 是我们清贤师父去年 在永康的圆绝庵 举办讲座的时候 清贤师父很诚恳提出 说在少康大师的故里 新建一个道场 而且传说中 记轻达 这个道场曾经是少康大师 生活过的地方 我听到我听到之后 非常感兴趣 尤其是我们学习净土 蒙历代祖师的教会 加持 对于祖师 自然而然 有一种仰慕之情 有缘 也很希望 用我们能做到的方式 去回报 谈不上报恩 算是一种缘怀纪念 所以我就答应 过来跟大家借借缘 清贤师父也很慈悲 在这一代教化众生不少年 了解这边信众的修学情况 所以特别建议 这一次跟大家学习 多谈一谈 佛法基础的内容 把标题 就定为认识佛教 这一系列的话题 我们都可以借这个机缘 来共同学习 所以这几天 到场打佛期 原本佛期中 应该以念佛开示为主 那既然清贤师父提出 我们多围绕 认识佛教 这个话题 谈一谈 所以这几天 虽然念佛 我们还是多说一说 佛法基础的 这些内容 学习的时间 总共是五天 昨天开始念佛 最后一天 有三十细念 所以中间这五天 每一天上午 我们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来重新温习 佛法中的这些基础教会 基本概念 学佛很久的朋友 不妨 做一个回顾 新同学呢 正好借这个机会 正确认识佛教 消除 消除对佛法的一些误会 这是我们这一次学习的因缘 和大致的要点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 我们先谈一谈 认识佛教 以及社会大众 包括部分 自以为学佛的朋友 对佛法的一些误会 举一些历史 加以分析 希望更多的朋友 能够正确认识佛教 进而学习佛法 把佛法用在生活中 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 佛教 在一般民众观念当中 它就是一种信仰 尊重一点 就说这是一种宗教 那稍微有一点看法 就认为佛教是迷信 至今依然有不少民众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佛教 一看到学佛人 就说你看那些都是信迷信的人 都办 都会用这样一种观点 来看待 学佛人 看待信仰佛教的人 在知识分子阶层当中 不少朋友认为 佛教里面有高深的哲学 对宇宙人生 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所以他们认为 佛法是哲学 可以当一门学问去研究 这也是一种观点 那么我们今天 要给佛教证明 就是一开始 就要正确地认识 佛教 怎样给他定位 其实这个定位 也是假定的 只是方便我们 正确地去了解佛法 这是入门的第一堂课 如果一入门 我们在认识上 就产生误会 接下来的修学 可能就很难相应了 佛教是释迦牟尼佛 对一切众生 至善圆满的 多元文化社会教育 这样说 比较笼统一些 简单地讲 佛教就是教育 什么教育呢 智慧的教育 觉悟的教育 佛这个字 本身就是觉悟的意思 觉悟的教育 所以一开始 我们就要认识清楚 那么我们到佛门里面来 来信佛 这不是迷信 我们是来接受 佛陀的教育 是智信 而不是迷信 所谓智信 就是我们是建立在 理智的基础上 以政治 来接受 佛陀的教育 通过对佛陀教育的学习 启发我们 本有的政治 这两者 是相辅相成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有这样一个笼统的概念 就是 信佛 不迷信 但是我们现在 走出去跟人讲 信佛不迷信 很多人不理解 所以我们一开始 也要多少了解一些 信佛 学佛的内涵 比如很多社会民众 虽然也学佛了 会一三宝都年了 也常常到寺庙里面参加活动 走出去 别人一问 你们信佛了 什么是佛 大家知道什么是佛吗 很多人说 大殿里面供的 那就是佛 那一般人 对于佛的概念 还是比较龙头的 总认为 佛就是一个固定的树像 所以在这些地方 我们一开始就要说清楚 我们自己 如果对我们信仰的佛教 对我们学习的佛法 都没有正确的观念 当身边的人问起的时候 我们说不出所以然 别人说我们迷信 我们也只能默认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相信了 什么叫迷信 迷信 就是在不明了的情况下 糊里糊涂 嚼尽了 这个在民间 确实也很普遍 就在这个地方吧 比如很多人 来到道场里面来 来信佛 恐怕有不少 都是跟着自己的亲人 朋友 你去干什么啊 我到亲福市去烧香 你有空吗 有空就跟着一起来 跟着世俗多了 走出去就跟别人说 我信佛了 我是佛教徒了 仔细问一问 什么叫佛 什么叫信佛 这个问题从来没考虑过 别人就说你们迷信 我们那就使不承认 怎么是迷信呢 我们不迷信 可是说为什么不迷信 我们又讲不出个所以然 所以一开始 我们自己要正确认识 什么是佛 觉悟是佛 智慧是佛 慈悲是佛 这样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有一个笼统的概念 就是以后走出去 别人问 你们信佛了 什么是佛 我们要能说得出来 什么是佛呢 觉悟是佛 佛是觉悟的人 我们学佛 就是学觉悟 佛这个字 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觉悟 那我们信佛 信的是什么呢 信的是佛的智慧 信的是佛的教会 一般讲信 多数人认为 就是一种信仰 在我的心中 有一种信仰 有一种精神寄托 这是把佛教 当作一种宗教 去看待 已经很不错了 单单这样信 其实远远不够 需要进一步学习 如果没有后面的学习 这个信心随时会动摇 过几天遇到有人说 你信的那个佛不够厉害 我跟你介绍一个更厉害的神 要不要信 信心马上就会动摇 就会打折扣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去了解 加强对信心的培养 简单的讲 佛教是智慧觉悟的教育 教育的内容 包含宇宙人生的圆满真相 就是整个宇宙人生 在佛陀的教诲中 全部都说 说得非常透彻 可以说说尽了 古人常讲世间好话 佛说尽 一点都不夸张 具体来说 佛陀为我们说明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我们今天 大家聚会在一起 这不是偶然的 过去生中 大有应远 人与人之间 是什么关系 人与 自然环境 是什么关系 人与一切众生 是什么关系 也就是让我们认识清楚 我们自己跟整个世界 这种密切的观点 人与人之间 人与众生之间 人与大自然环境 在宇宙中 在宇宙中 种种不同的生命形态 彼此之间 是什么关系 这是佛法所讲的 大事内容 内 为我们说明 我们心性的真相 外 帮我们分析 宇宙 人生的 一些客观规律 这些都是佛经里面 常常提到的内容 那既然是教育 就像学校一样 它就有个宗旨 佛陀教育的宗旨 总的来说 就是破弥开悟 如果把它细分一下 按照众生 各自不同的根性 也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况 不一样 佛在教化众生的时候 循序渐进 一步一步的加以引导 譬如 对初学 多半劝大家 要断恶修善 那我们现在一进佛门 一开始 都是从这个地方学习的 最初学佛 学什么呢 学断恶修善 或者说 转恶为善 有了这个基础 更进一步 转迷为物 再往上面提升 转返成圣 这是佛法教学的三个阶段 大家做一个了解 可以说 这就是佛学大纲 就是我们最初学佛 学什么呢 先把不好的习惯 改掉 养成良好的习惯 这叫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进而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专修的法门 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 启发本有的学习惯 迷为物 最终 转返成圣 就是 从凡夫 超越 进入圣贤的领域 成就圆满的觉悟 或者通俗一点讲 就是成佛 这是佛法修学 最终的目标 圆满的成就 你说为什么要成佛呢 做人不是很好吗 这些地方 我们要进一步去学习 才能慢慢了解到 佛跟人 其实 在观念上不同 成佛并不是说 我们就不用做人了 或者说 是在人之外 有另外一个很神奇的佛存在 不能这样极端地去看待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进一步 讨论一下 学佛 成佛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以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为例 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到每个寺院 都会进大殿去拜佛 大殿正当中 供奉的 多半 都是本师 释迦牟尼佛的形象 本师 就是根本的老师 也就是说 佛陀的教育 在这个大时代 是由他老人家 最初提倡的 就像中国人 对孔老父子 尊称为 至圣先师一样 最早的老师 那佛弟子 尊称佛陀 为本师 就是根本的老师 从这个称呼中 我们可以看出 佛是老师 那我们跟佛学呢 我们就是学生 这是师生之间的关系 这里面 其实不存在 这些所谓的 神明的观念 或者说 宗教特定的 创世主的观念 在佛法中 实际上 没有这些观念 佛是人 他在人中 视线成佛 所谓成佛 就是成就圆满的觉悟 自己成就圆满觉悟之后 将这一种 觉悟的经验 跟大众分享 这就是教化众生 社会大众尊称他 为老师 或者叫导师 后人 就尊为本师 本师 释迦牟尼佛 我们每一次 活动之前 都会先三成本师圣号 用意 就是不忘本 这一门学问 这种教育 或者说这个宗教 是释迦牟尼佛 所开创的 所以我们不忘记 他老人家的恩德 本师 释迦牟尼佛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在历史上 真实存在的 一个人物 这不是西游记里面 描述出来的 西天如来佛主 也不是民间 传说中的某路神仙 从天上忽然下来 或者在某个地方 以其他的方式 突然出现 不是这种情况 佛陀 释迦牟尼佛 是在历史上 确确实实 出现过的 一个真人 也就是说 佛陀的存在 不是虚构出来的 历史上 真实的存在 距离我们今天 两千六百多年 佛陀诞生的 年代 那现在我们用的 佛力 习惯上 是二五五几年 今年是 二五五六年 两千五百五十六年 再加上 佛陀 注释的时间 八十年 所以佛陀 生活的年代 距离我们今天 是两千六百年 左右 在古印度 加辟 罗魏国 今天的 尼泊尔一带 他以王子的身份 出生在人间 他是个王子 作为王子 他的生活 非常自在 很富足 随心所欲 世间人 所追求的一切 王子 生下来 就具备了 从他诞生的那一刻 就开始享受 人世间的 荣华富贵 他的名字 在家的名字 叫西达多 他的父王 对他非常疼爱 因为 预言家 曾经预言 说这个王子 如果不出家 将来一定能做 转轮圣王 统一天下 那如果出家 他就会成为 伟大的佛陀 教化全世界的 伟大导师 国王听到之后 很欢喜 因为听说 王子将来能统一天下 完成自己的大业 很欢喜 转念一想 又很害怕 因为又听说 将来有可能出家 所以就仔细问 预言家 这个预言家 是一位 大修行人 外道修行人 就是阿斯陀仙 一位仙人 预言 十分准确 所以就再一次问 这两种可能 哪一种可能性更大 仙人就说 出家的可能更大 所以国王很担心 想尽办法 要留住太子 因此 就人为的设计了 很多美景 很多享受的 这些静元 让太子 每天 在五欲六成的环境中 去享 享乐 享受人世间的欢乐 国王认为 这样 太子 觉察不到 人世间的 无偿变化 感受不到 人世间的痛苦 他应该 不会出家了 民间有句话 叫人算不如天算 太子 在王宫里面生活 时间久了 有些厌倦 有一天提出 他要到外面的世界 去看看 国王担心的一天 终于到来 事先安排好路线 答应太子出游 提前 要经过的这些路线 都派人 打点干净 譬如 不准 有老人出现 不准有生病的人出现 不准有垃圾 不准有肮脏的 这些静元 总而言之 要布置的 跟皇宫差不多 太子 按照国王定下的路线 出游四门 这也是很多 学佛的朋友 一学佛 可能就了解过的 我们简单温习一下 出游东门 见老人 这不是 不让老人出现吗 凡事都有意外 莫名其妙 一个老人出现 太子看到老人 心里面 就有所警觉 老人嘛 在我们生活中也常见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 老菩萨 我们的老菩萨 年岁很大的老菩萨 其实 佛门中真正的老菩萨 是谁呢 是观世音菩萨 是地藏王菩萨 这些叫老菩萨 因为他们确确实实 成菩萨已经无量劫了 那叫老菩萨 那现在在佛门里面 看到一个老人家来了 我们就称老菩萨 这是一种客气 一种尊称 年岁大 看到年岁大的 这些菩萨 我们会不会有 同样的警觉 这是佛在给我们视线 太子看到老人 心里一惊 就问身边的随从 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走路这么慢 腿脚还不方便 脸上皱纹那么多 老太隆忠 随从就说 这是个老人 太子就问 老人是什么意思 随从就说 老人就是人老了之后的样子 每个人都会老的 太子一听 马上就联想到 我自己将来也会老 老了之后 跟他差不了多少 于是就想 那这样 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 最终还会老去 于是不完了不完了 回去 就是出东门见老人 第二天出南门 见病人 第三天出西门 见死人 老病死 这些现状在我们的生活中 常常会接触 老病死 这是人世间无常的真相 看到这三种真相 太子心想 原来我之前看到的 王宫里面的都是假象 人世间有太多太多 无常的这些现状 充满老病死的折磨 除此以外 还有很多的不如意 最后 从北门 见到出家修行人 佛经上叫沙门 沙门 现在成为佛教 专有名词 在古印度 沙门 是对所有宗教的 出家修行人的总称 不仅仅是佛教的修行人 其他宗教的修行人 只要是专职的出家修行人 也叫沙门 所以很多人以为 修行出家 是佛教专有的制度 其实不是 早在西达多太子出家前 在古印度 很多宗教 他们都有出家修行的方式 只不过呢 佛教的出家人 形象比较特别 非常专业 在我们内地 大家习惯上都认为 出家就是佛教 专有的一种方式 太子出北门 见到沙门 出家修行人 看到一个修行人 在路上行走 举止安详 仪容非常庄重 这个内心里面流露出一种 无法言语的气质 太子看到之后 心生欢喜 哎呀 这个就是我要过的生活 国王不是我要过的生活 于是呢 就下决心 国王不做了 我要出家修行 回到王宫 就向父王提出 说我要出家 父王呢 就说出了很多理由 给予挽留 太子 再三思考之后 就说 如果父王能答应我三件事 我就不出家了 现在也有很多做父母的 假如听到自己的孩子学佛 一开始就担心了 这孩子会不会出家 现在很多做父母的 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学佛 有这一方面的顾虑 听说学佛 就要吃素 又听说吃素 很快就会出家 又听说出家 就六亲不认 所以很多做父母的 一听到自己还是要学佛 马上就找种种理由 给予限制 这也是一种误会 后面我们会进一步解释 国王就说 别说三个条件 只要我能做到 再多的条件我都答应 只要你不出家 太子就说 这三个条件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请父王保证 不让我老 经方大王一听 说这个做不到 我自己都做不到 我怎么能保证你不老呢 我现在正在一天一天老去 这是世间无常的规律 人不想老 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爱美的 以前是女士 现在男士女士都不分 都不喜欢自己老 所以拼命去化妆 去美容 40岁左右的时候 特别谨慎 天天照镜子就看 脸上有没有多一条皱纹 有的话就赶紧去补 实在补不好 就拿运斗去运 就害怕老啊 走出去别人说 你看你脸上有皱纹了 就很害怕 怕老 但老是世间无常的规律 谁都不能回避 太子接着提出第二个要求 请父王保证 不让我生病 金方大王就说 这个我也做不到 那再说说第三个 第三个 就是父王保证 不让我死 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老病死 这是人世间最无奈的事情 太子就说 如果父王能保证 让我不老 不病 不死 那我就不出家了 父王听到之后 摇了摇头 无可奈何 不说了 不管你这条件 我能不能做到 反正就是不准你出家 静方大王表明自己的立场 西达多太子呢 也没有勉强要求父王答应 但是他自己悄悄地下了个决心 什么决心呢 不辞而别 所以晚上就翻城墙跑出去了 那我们在佛陀故事中 看到还有很多详细的描述 这是菩萨在视线 觉悟的因缘 觉悟 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 需要外缘来启发 需要哪些缘呢 其实这些缘 就是我们生活中 已经存在的因缘 佛在为我们视线 什么叫觉悟啊 看到老病死 能生起警觉 这就是觉悟啊 菩萨在为我们表演 已经贵为太子了 还能清醒地意识到 做国王并不是人世间 最稀有的事情 也不是人生最终的成就 还有比做国王更值得去追求的事情 那是什么呢 就是觉悟啊 这在为我们做视线啊 所以表演得这么认真 出家这一年 19岁 也有说25岁 这都没关系 总而言之 太子是很年轻就出家了 这是肯定的 出家之后 苦行学道 多方参学 三十岁这一年 在菩提树下 夜度民心 恍然大悟 就是民间传说的 他成佛了 得道了 那在佛法里面啊 就说 太子觉悟了 正得 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 成就圆满的觉悟 很多朋友对这桩事情很感兴趣 就问他成佛了得到了 成的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 他悟到什么真理呢 太子得到了 从此以后社会大众就不再称他为希达多太子 而是改称佛陀 意思就是觉悟的圣者 佛陀最初成道 就是刚刚成道 在菩提树下讲了一部大经 在这一部大方广佛华言经里面 说出佛陀觉悟的真相 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真相 讲了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 常常听经的朋友多少都听过 菩提树下 叶赌民心恍然大悟 开口说了这样几句话 奇哉 奇哉 太奇妙了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或者说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通俗一点讲啊 佛陀成道之后 忽然发现 一切众生 包括我们在内 每一个人都有圆满的觉性 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向好 跟佛一样 跟圆满的佛一样 说白一点 就是说的更直白 更通俗一点 每一个人都有成佛 本有的潜能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 跟已经圆满的佛 没有两样 或者说 我们每一个人 原本就是佛 本来是佛 这在《大同经》上 也是说过的 只不过这个本来是佛 要加以解释 要不然会误会 有不少朋友听到 我们本来是佛 这问题严重了 既然我本来是佛 我什么时候开始迷的 我怎么从佛的位置上 掉下来了呢 我现在辛苦的修行 将来成佛了 会不会哪一天睡着了 又掉下来 又变成凡夫了 有不少朋友会这样误会 其实 这个本来是佛 不是说我们之前是佛 哪一天睡觉 睡得糊涂了 就变成凡夫了 不是这个意思 本来是佛的意思是假 我们本有的佛性 跟佛无二无别 这一种特性 从来没有改变过 就像黄金 我们现在拿一个黄金手势 说这个黄金是真金 然后一个地质学家 拿了一块矿石 金矿石 他也说 这个金矿石 跟你手上拿的那个黄金的成分 是没有差别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矿石本身 它具足黄金的圆满成分 我们就是那个金矿的矿石 本来有黄金 这就好比本来是佛 是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的 这个心性当中 本来有跟佛一样的 圆满的智慧 得能和向好 所不同的是 我们没有经过开采 没有经过冶炼 说的专业一点 就是我们没有经过修行 所以接下来的修行 就很重要了 佛接着说 既然有如来智慧得相 为什么还是凡夫一个呢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证得 因为我们有妄想 有执着 妄想执着 这是比较专业的术语 通俗一点讲 我们有烦恼 我们有习气 我们有很多毛病 有很多业障 就好比这个金矿石一样 它里面确确实实 有纯金的成分 但是有太多太多的杂质 在影响它 那需要淘汰 需要冶炼 把那些杂质去除 纯金就出现了 那这地方就要说明了 那纯金是不是经过淘汰出来的呢 是不是经过冶炼出来的呢 不是 冶炼只不过是个圆 如果这个矿石里面 没有黄金的成分 你在后山上随便拿块石头去炼 看能不能炼出黄金 炼不出来 前提是 它一定要有黄金的成分 也炼 不过是个开采的缘 所以我们所说的修行 也不过是成就的一个真上缘 如果没有前面的前提 我们本有的佛性 跟佛无耳无别 没有这个前提 怎么修 也修不成佛 所以修行呢 是将我们本有的佛性开写 修行是个正上缘 佛陀最初觉悟 为我们说明这个真相 这是释迦牟尼佛 最初成道 所说出的真理 宇宙人生的真相 或者说 这是对我们众生 所说出的最有价值 最有意义的一段话 太宝贵 太稀有了 直接翻译过来 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直接跟我们说了一段话 大家都是佛 都可以成佛 这是佛教化众生的最高宗旨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引导大家 怎样去成佛 那怎么去引导呢 这就需要循序渐进了 所以接下来 就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 这个工作 就是佛陀教育的工作 释迦牟尼佛 菩提树下成佛了 他的身份依然是人 这个概念 我们要反复地解释 佛是以人的身份 觉悟的 所以我们始终 要这样去看待 佛是人 他不是神 那么现在明经 很多人把神跟佛 混到一起 产生严重的误会 认为信佛 就是信神 佛跟神有什么区别吗 我有一次遇到一个朋友 他觉得自己很专业 看到我们出家师傅 就说你们信佛 我说信佛 你知道什么是佛吗 我说还在学习 他说我告诉你 信佛不如信神 我说怎么讲 他说佛久了才能成神 佛还在修 修到最后才能成神 我说是这样的 一般民众就认为 佛跟神差不多 如果更专业一点 认为佛可能还没成神 等到佛修得差不多了 就成神了 不过民间更多的民众 是把佛跟神 直接化为等号的 认为佛就是神 所不同的地方就是 佛的样子 跟一般神的样子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到寺院里面 来拜佛 实际上是把佛当神明 去礼拜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让很多知识分子 社会精英 对信佛这一桩事情 产生很多误会 认为 你看这些人都迷信 天天去拜偶像 天天去烧香 去磕头 有什么用呢 产生了 这一系列的误会 所以一开始 我们要反复的 说明 佛是什么概念 佛是人 佛这个字 我们现在的汉字 写出来 一个人字边 这是翻译经典的时候 特别 给它加上去 一个人字边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 佛陀的佛 这是在翻译佛经的时候 重新给它下的定义 加了一个人字边 就是告诉我们 佛是人的身份 不要把佛看得很神秘 尤其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 佛陀本人 重新了解 佛陀教化众生的过程 方便我们进一步学习 那我们学佛呢 是学做人 通俗地讲学做人 或者再加以解释 先学做人 学佛先学做人 如果人都做不好 怎么能成佛呢 这是接下来 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 那就要加以解释的话 学佛就是学做 有智慧 有慈悲心的人 以后走出去 别人要问 你们学佛 信佛 到底信什么 学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简单 跟他解释 我们信佛 不仅仅是烧烧香 磕磕头而已 更重要的是学习 佛陀的智慧 佛陀的慈悲 学佛不是学成神 这一点要说清楚 为什么说学佛 不是学成神呢 因为有些朋友认为 学佛的人学到最后 不是成神 就是成怪 成神呢 不大好懂 或者呢 一些朋友 对学佛人 比较客气 你看这个人学佛 学得入迷了 学成神了 有些不客气 就直接了当说 学成神经病了 而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人 而朋友们 有这样的误会 我们多少也要反省一下 就是我们佛教界的 这些同修们呢 也要适当地反省一下 比如 有些社会朋友 看到身边的某某人学佛了 学了佛之后呢 就出现一系列 他无法理解的这些现象 学了佛之后 回家 脸都拉下来 然后装一个神的样子 开始对家里面的人下圣旨 像天神下凡一般 你们从今天开始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要做就要下地狱 家人听到就啪啪的 走出去就跟他的朋友讲 我家里面多了一尊神 那么身边的朋友看到之后 也觉得很奇怪 哦 这就是学佛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有些也好心 学了佛之后回到家 就把学佛老修行的标准 搬回家里 比如要求家人必须吃素 初一十五必须到寺庙拜佛 必须啊 不是心甘情愿啊 是强制性的 然后必须要到处出钱做功德 必须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歌不能听 舞不能跳 酒不能喝 所有的娱乐活动不能参加 几乎啊 就跟神庙里面的神一样 必须待在办公室里面 一动不能动 可能有些夸张 但是有这一类类似的现象 那么这一种情况多了 有一些社会朋友啊 他们就达成共识 说大概信佛都是这一类的 不是神神经经的 就是奇奇怪怪的 所以就把学佛人看成另类 看成另类好听一点啊 有些不好听的 直接看成怪物啊 昨天我们清贤师傅啊 谈他自己到这边弘法的经历 也谈到这一类的遭遇 所以刚到这边走到外面 很多社会大众看到一个出家师傅啊 就觉得是怪物 现在还有这样的现象 很多民众对学佛人 尤其是对专业的学佛人 专业学佛人就是出家人啊 看到出家人 依然还有很多不理解的想法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澄清这些观念 学佛不是要学变成神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学的 做一些让社会大众无法理解的事情 学佛就是学习佛的智慧 学习佛的慈悲 把佛的智慧和慈悲 用在生活中 学会怎样 处事待人皆无 学了佛 我们要烧香 我们要拜佛 我们要读经 这些呢 民众也会有些误会 认为你看 学佛就是这些 烧香 拜佛 敲着墓鱼 念念经 这是学佛人的日常功课 产生一些误会 认为 这好像是一些宗教仪式 比如说有些朋友 看到有人拜佛就很反感 你们在拜偶像 盲目崇拜 以前啊 说这样话的朋友不少 现在少一些了 大家慢慢理解了 那我们也进一步解释 见到佛像礼拜 这不是拜佛像 这是一种礼貌 就像我们见到 尊重的人 有客人来了 或者长辈 我们看到了 会恭敬地行个礼 打个招呼 问个好 举个功 这是最起码的 表现出我们有涵养 那么学佛人呢 我们对于伟大的佛陀 表示尊重 当然要有个形式 这个形式就是礼拜 在佛前行礼 五体投地 拜下去 这一拜拜下去 一方面表达 我们对佛陀的哑目 另一方面呢 在我们内心深处 有一份感恩 感恩佛陀的教诲 不忘本啊 拜佛有这样的用意啊 更进一步 拜佛 也可以消除我们的傲慢心 培养 对人 对世 对一切万物的尊重态度 如果一个人 连对伟大的圣者 都不肯尊重 还能尊重普通人吗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处世态度的培养 要这样去看待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 在他们的 醒悟的这些部门 都会悬挂国家元首 开国元首的画像 你不能说他们在贡偶像 我们国家也一样 天安门广场 不是挂着毛主席的像吗 那是偶像吗 不是 那是尊重 那是一代伟人的象征 路过的人 至少会行个注目离 以非常尊重的态度 仔细地去看 瞻仰 遇到重大活动 可能还要特别表示一下 这是一种尊重啊 显示出 一个人的文明素养 怎么能说 这是拜偶像 这是封建迷信呢 所以这些地方 我们都要客观 正确地去看待 不要极端地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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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